帐篷蓬不垮塌 还有积雪在上面 掉在户外晒的衣服也结冻 叙利亚北部边境 阿福林以及阿萨兹地区 18号降下超过40公分的大雪 直到19号清晨才停歇 厚厚积雪 压垮难民其身的帐篷 真是欲哭无泪 其实不只是叙利亚 中东地区 包括沙夫地阿拉伯 伊拉克 约旦 以色列等地 都受到同一个风暴系统影响 土耳其全国大部分地区 都出现下雨或风雪的恶劣天气 南部靠近地中海的省份 超过5000辆汽车 受困公路好几个钟头 军方派出紧急服务团队 为7000多名乘客送食物 还出动直升机协助撤离 全国81省当中 有52个省的学校关闭 当地媒体报道 这是入冬以来 最严重的一场暴风雪 而在黎巴嫩 原本就陷入经济危机 生活困难的民众 现在连取暖都出问题 家长与三个小朋友 靠在室内大火炉旁取暖 预计这场风雪会持续一周 能不能熬过这场寒冬 也是大家最担心的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